你在做什么? 我去外出吗? 对 今天我一个人带娃 在家里面没什么事可做 我们就出来到这边的outlets来逛一下 这边有一个大的Nike工厂店 我可以在你的vlog上吗? 当然 那你怎么做? Ali YouTube,这是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Nike factory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耐克工厂店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折扣店 这里面主要卖一些过季的、断码的 和经过买家推货的等等的商品 工厂店的好处不言而喻 因为像耐克这种世界级的大公司 每季的新品都不可能完全的卖掉 而且很多一些商品的产量非常的多 这样就会在积末积压很多的库存 开了这些工厂店可以快速的把这些库存卖出去 帮助品牌快速的回收成本 而且不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卖不出去的库存 像这样一双Airmore UpTempo 720的球鞋 原价要200美金 现在只要120美金 额外还打8折 所以非常非常的便宜 但是像这种折扣店的数量一多 一定会多多少少好的影响到品牌的价值 很大一部分消费者都不会买原价的商品了 都会是去折扣店去买过季的商品 有些人花2000多买的原价的休闲 归段时间在折扣店里面就几百块钱了 这样也会使一部分买家的心理感到不平衡 虚弱消费者的购买的信心 像这样一双John Elliott和LeBron的联名呢 原价要250美金加税 现在只要200美金 额外还打8折 所以非常的便宜 像这样一双科比一代白子的配色 马术齐全 原价要175美金 现在只要89.99美金 同样是科比一代黑子的配色 这一双是断马的货架 现在只要75美金 额外打8折 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去一个热气球的活动 那边呢会有很多好吃的 还有一个乐队的表演 然后在那边呢晚上看这个热气球的升空 像这种呢是Levi's Premium 大写的Levi's的字母 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 谢谢 谢谢 我们在找到 我们在找到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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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what's up?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我们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的草坪上 这边有一个夜晚的热气球的一个活动 一会儿等到天完全黑下来 这边会有很多热气球把这个火点起来 应该会非常的漂亮 可以排队 这边可以排队,感受一下给热气球喷火的这个装置 Kellep只想买那个荧光棒 他不要那个跟那个火拍照 你去哪里? 太近了 你这个吗? 嗯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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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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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哪里 哪里 这边呢有很多的food truck 很多的小吃 那边呢还有一个演唱会的舞台 很多人在这边 嗨 这边呢 The homes in the woods are selecting The house in the woods was spooning The house in the woods were spooning The house in the woods was spooning 这边呢已经开始准备要给热气球充气了 远处的演唱会呢还在继续的进行 现在呢它通过这个火焰的燃烧把这个热气呢冲在我后面的这个热气球里面 一会儿呢等到这个热气呢足够的充满这个气球呢这个气球呢就可以升起来了 Kelen 我们来看它 这个冰冷的 这个冰冷的 冰冷的 冰冷的 做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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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热气球已经立起来了 场景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酷 可能相机没有办法完全捕捉到当时的这个场景 但是在现场呢非常的漂亮 好了 那么给大家吃关心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给我点点赞 投币 订阅我的频道 好了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 I'm out I'll see you next time